全台最強營養午餐就在台中 2024第七屆台湾學校午餐大賽 在28號進行總決賽 台中清水區的青海國中 已融入清水在地小吃米糕 再加上在地農特產白米 以及韭菜入菜勇奪大賽冠軍 同時也獲得了食慾教學的卓越獎 以及創新交流獎 我們來到第三組清水 我們要去清水吃小吃了 參賽選手戴上網帽全副武裝戰 津津洗菜備料 經過一個半小時兼顧配色又好吃的 營養午餐終於出爐 以清水最有名的三寶地瓜韭菜和稻米入菜 包括在地小吃辣仔米糕 加入栗子香菇 還有雙薯搖滾蛋沙拉 如意彩絲 鮮菇 餡菜 截頭玉丸湯 薄酒乳以及葡萄 完全符合在地食材 營養美味和蔬食等四大標準 以致辱獲 評審青睞 在地有什麼食材 可以代表清水去參賽 營養師就想了這三道菜 吃在地食當季 並且我們都會選擇有機的食材來入菜 青海國中第一次參加 在初賽四十支隊伍當中脫穎而出 總決賽擊敗另外十所學校一舉奪冠 得獎菜色早就在學校烹調過 不只老師喜歡 更受到學生們歡迎 上面的米糕不一樣 我吃那個米糕味道都剛剛好 重而無意 每天的菜色都不一樣 就很期待說明天是吃什麼 學校廚師和營養師發揮創意巧思 使用在地食材肉菜 兼顧營養均衡 這一回拿下全台最強營養午餐 不只讓清水的特色食材被看見 也打破民眾對營養午餐的傳統印象 這將會上次台中參謀